7日遊行 星期日下午3點舉行 遊行對五岸警方指示 在維園中央草坪出發 警方早前呼籲市民 不要在特定位置中途加入遊行 但即使有市民這樣做 警方也沒有刻意阻止 對五步行去到東角度對出 在這個時候先加入的民陣召集人葉智顯 隨即宣布遊行開始 並呼籲在場市民中途加入 有市民坦然對出發點無所謂 但就對警方的言論反感 雖然我覺得哪裏起步沒問題 但當然東角度方便很多 我都很反感警務處長那番言論 什麼中途加入非法集會 就覺得他在恐嚇市民 沒有這件事 在逾民 今年的主題是結束一黨專政 拒絕香港淪陷 遊行人士的訴求各有不同 包括不滿意建制派議員 放箱港鐵 地鐵 山洞線 立法會都不過去查的時候 我覺得當我乘車出街也有危險的時候 我很難不出聲 一地兩檢 那個問題是都強行來 我們看到很多事情 這間立法會都是全部都是 強行通過救票的算數 今年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 留莊 變相導致不少大學的旗幟消失了 但還有年輕人首次出來遊行 表達訴求 見到很多人都對香港沒什麼希望 那我就出來希望守護它 雖然特首林鄭月娥日前才發表新房屋政策派堂 但有市民似乎不收貨 我覺得香港從來都沒有土地問題 只有炒樓問題 所以希望政府可以改善一下 如果真的有心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是有租務管制都好很多 整件事 還有限制炒樓 而不是它的措施 遊行隊伍下午五點鐘左右 到達終點政府總部的冬疫前地 並在這裡舉行集會 集會期間一度落起過雲雨 不少人都選擇留在這裡 也都有人離開 集會直至傍晚七點前完結 民陣宣佈遊行人數為5萬人 警方表示最高峰期有9800人參加 對於今次人數較往年少了1萬人 民陣認同有受日前新的房屋政策影響 但認為還有其他議題值得關注 例如一地兩檢和沙中線 他又估計中途加入的人數有幾萬人 認為證明了警方的說法無稽 沒有理由將市民拘捕 Live TV記者 廖樂欣報導 打到 在診施以下 感谢观看